河北老农无意间挖出大树根下的神秘古墓 煞时间轰动社会 引来上百家自媒体 专家观察整座墓葬 称天园地方形 外层覆盖的砖石岩丝合缝 不像是平民的葬身地 一时间舆论四起 网友们纷纷脑洞大开 猜测其墓主的身份 有人说这肯定是当年的一品大员 也有人说这是当地的世家贵族 但是真相却让在场的所有人出乎意料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 2020年3月份 天气刚刚迎来回暖 一位老农在辛苦开垦农田 却不料清理一个土堆的时候发现 这里面竟然埋藏着一块巨大的树根 在产了没几下后发现 树根下露出了几块残砖 用手摸上去能感觉到十分的厚重 老农心里一惊 难不成这下面有东西 于是抡起铁锹就挖了起来 正巧这事儿被邻居们看见了 很快老农发现宝藏的消息人紧皆知 并且被传到了网上 一时间引得上百家自媒体围观 与此同时考古队员也接到消息赶往现场 一番探究之后果断封锁了现场 在方圆百米的地方拉起了围栏 很快专家们成立了发掘小组 随着风土层被掀开 大幕终于露出了真容 从上到下百层砖石依次排列 呈现出天原地方的形质 很快专家们就在天花板上开了一个洞 不一会儿就看见了牧师中的结构 专家不由的惊叹 牧师中的仿木石雕实在是精美绝伦 古人注重世子如世生的道理 所以牧师中的构造是按照牧主生前住宅的布局仿造 这让专家们欣喜不已 因为如此大的手笔通常代表牧中必有重宝 而且牧主人在当时绝对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按照现在的发展势头 专家觉得这次的考古工作 有极大的可能填补很多的历史空白 此后专家向下发掘出了牧主的尸骨 奇怪的是牧中没有棺果 尸骨就这样丢在了牧师的中央 这让专家感到奇怪 按理说牧主的身份绝对要有个棺木 难不成这座墓葬又被人截足先登了 河北老农无意间挖出大树根下的神秘古墓 煞时间轰动社会 引来上百家自媒体 专家观察整座墓葬 称天元地方形 外层覆盖的砖石严丝合缝 不像是平民的葬身地 历史见舆论四起 网友们纷纷脑洞大开 猜测起牧主的身份 有人说这肯定是当年的一品大员 也有人说这是当地的世家贵族 但是真相却让在场的所有人出乎意料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 随着牧主尸骨的发掘 专家惊奇地发现墓中竟然没有棺果 尸骨就这样随意地丢弃在了墓室中央 难不成这座墓葬已经被人截足先登了 但是这个结论很快被推翻了 因为这座墓葬被发现在一个巨大的老树根下 就算盗墓贼再厉害 也得把树根移走才能进行下一步 随后专家不死心 将墓室的每个角落都搜查了一遍 除了尸骨身下和旁边的两个白碗 整座墓室空无一物 说好的宝贝呢怎么就没了呢 这么奢华的陵墓就只有只破碗 这下让专家们的心都凉了半截 带着不甘心 专家再次仔细搜查了一遍 结果却是连根毛都没看见 这是一个角落里传来一句疑问 这会不会是个遗种啊 专家当即一拍大腿 带着小队开始了区域探测 果然没多久 就在附近发现了一共五座墓葬 专家们的热情又被重新点燃 经过简单的清理 整座墓室呈现出来 同样也是专世墓 但是有所不同的是 这座新发现的墓顶上 有一个硕大的倒洞 虽然心情有所失落 但是本着职业精神 专家们开展了紧张的发掘工作 其实建设一种的行为不难理解 一是为了防止仇人记恨于心 在自己死后绝坟毁坏失守 而是为了躲避摸金校尉 这一点一代萧雄曹操可谓是祖师爷 史料记载 曹操出殡当天城门全开 从城中缓缓走出72支送葬队伍 全都白衣白棺 身后抬着一模一样的棺果 这一场面看得百姓是目瞪口呆 随着队伍消失在视线中 曹操的墓葬也就成了千古之谜 多少年间专家考证曹操的一种遍布世界各地 多数位于邯郸林璋瓷县一带 并且树木并非记载的72座 它的遗种高达134座 在人们眼中简直是毫无人性 也就是它民间才有了不止遗种的做法 河北老农无意间挖出大树根下的神秘古墓 煞时间轰动社会 引来上百家自媒体 专家观察整座墓葬成天原地方形 外层覆盖的砖石岩丝合缝 不像是平民的葬身地 一时间舆论四起 网友们纷纷脑洞大开 猜测其墓主的身份 有人说这肯定是当年的一品大员 也有人说这是当地的世家贵族 但是真相却让在场的所有人出乎意料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 当天下午专家带着小队扩大勘探范围 先后找到了四个墓葬 带上之前发掘完毕的那个 这一片居然足足有五个墓葬 但是这五座墓葬排列有序 看起来并不像一种 经过再三确认 专家们发现这几座墓葬均属于北宋砖石墓 这应该是一个世代贵族的家族墓葬 原来有史记载 这个村庄曾经人才辈出民康务赋 诞生过不少朝廷命官 从第一座发掘的墓壁中 可以看出墓主人的地位 但是随着其他几座墓葬的发掘 专家们不仅唏嘘不已 不仅结构不及第一座墓葬及文物发现更是少之又少 除了墓主的尸骨就只剩下几个残破的送摇瓷器 甚至连个完整的墓子名都没找到 好像墓主人可以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由于墓中没有发现类似印章名文 预牌等证据 直到考古发掘结束 墓主人的身份都无从得知 第一座墓室里的砖雕正是无从查起 就在这时网上爆发了一阵热议 原来自媒体把考古全过程放到了网上 有的说墓葬早就被盗了 那棵参天大树的树根就是之前的入口 因为担心被发现 在将稻土回田时埋下了一棵种子 时间一长就长成了这个参天大树 还有人将这是不消子孙亲手进行了盗绝 因为家道没落 不得已掘开祖坟拿去宝物 最后烧掉棺木 伪造了被盗的假象 但是不论真相如何 这一座墓葬群的主人 做梦都不会想到 在多年后的今天 自己会以这样的形式重见天日 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 可以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